澳索馬說 台中有 他要給我請教大陸有賣一種 控根器的容器 他也有去想 他說這個東西聽說可以 金的發電不盤根 所以他想要請教老師就是 適合給樹苗或是陳樹 算是已經大張的這櫥子來輸用嗎 這問他有請教公國中 說得這麼好 這個真的是為難你了 這個理論上來說 這個東西是好的 這個 很普遍在使用 尤其政府的 很多去用這些東西 你會發現就是為甚麼叫做 這種最主要是要給他 他的金算夾值 夾值的時候 要給他一個旁邊算 長頭這隻教員哪有金 但是他下腳是不是 金比較沒有 算讓他有一個方向下去 你兩天要把他歐走的時候 那個金比較好處理 他比較不會從旁邊上去 所以這有這種 他這個 原理就是說 他這個結構很像那個穴盤 要一槍一槍 但是他總要把他圍一鏈起來 這一鏈被圍起來的時候 他有空氣 就是說他對外有空氣 如果他有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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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會過去了 所以通常 譬如說他這條金 他發到這個地方 他一槍一鏈 所以他總是 吻一米在那個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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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那個坑 他在那裡 他不在那個 因為我們一般的盤根 就是說 他的去繞著那個 穴盤的邊邊 譬如說像我們現在很多 隔壁的血盤 為什麼都該用這個四角的 不需要用鞏的 不需要用鞏的 因為鞏的 他現在發到旁邊的時候 他就會順著那個邊邊 一直在那邊繞 在那個旁邊這樣繞 如果四角的 他通常是不一定 因為有一個轉角 所以他會稍微往下 他這個原理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看到他有一槍一槍 然後他現在 現在如果隔壁的地方 他就有一個 那種阻礙 他就不會順著 那個邊邊一直走 稍微 拔壁 拔壁 他就會再轉折 他就比較不容易盤根 這應該是有這個效果 而且 我發現 很多 在他們 這個 上東的一個 破片 就是說 在他們做宅的一個 這個地方 很普遍的 用這種 用這種 這個東西 這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 萬利 如果是 並說我們進行用 那個 那種叫做 編織帶 編織帶有掛底 整個底 回到那裡 已經是不往下扎 但是就是說 那個底子 如果放太久 甚至我們要把它關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底子就關不起來 因為它開了 就是說放太久了 你不要放太久 當然用編織帶是很好 所以他們這種通常是在養一張 戶外的時候 他這個東西先把養起來 養起來後 他也是一樣 他會去 又去刷 比如說 他要出貨一段時間 他也是把筋拿掉 放在邊編織帶裡面 因為他的大小都已經用好了 所以放邊編織帶的時候 很困惑 很困惑做工作 所以他們在種 現在我看到很多是都用這款的一個方式 他在搖 很好搖 就是說 在腳位的腳 把筋拿掉 他們都把他搖在邊編織帶裡面 土球都會釣 所以還是 我是覺得效果還可以 就是說 因為我看很多地方 都在用一種東西 這應該是效果不好 得手應該是不會去用這個東西比較對 所以 基本上他應該有一定的一個效果 這去解決這個編織帶 一段時間 或是自然風化的這種問題 所以這可能是 目前最大的一個好處 所以 根系發展 往下紮根 這當然是有一個 還有另外就是在栽培上 有時候我們為了要給他 這個筋比較輕筋 他會去栽培 盡量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普渡在種的時候 他們會去用這種方式 他會去用這種方式 把筋在表面 這個筋在表面 其他的筋 沾到在肚子 萬人如果去塗到堵水 像江蘇那邊 他們在種普渡的時候 他們很怕堵水 他可能就必須要用這種東西 把他鋸管起來 鋸管起來 他種在那個地方 他在切一斤的 千斤的 在那裡 那裡有斤 吃肥的斤 還有一條斤在下 如果去塗到水的時候 不會完全去塗到 你不可能就是說 去跟他全部做廣告 這做廣告 如果沒有現實的時候 他也用這種方式在做 這倒是一個 很好的方法 比如說在製造洛梨 其實有跟 我們台南的朋友說過 因為我有看到 他有用這種東西 就是說 他可能原地就在幫我問 我就說你要用這個去擠 因為你家裡有辦法鋸管 就是說 股民 可以鋸管起來 因為你說 要做廣告 做到多少 有時候 要做工作 要用這個鋸管 他很厲害 他做相扎 要用鐵 蓋著 鋸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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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堵水 這家家都不會去堵到 這個問題就比較少 當然這是 不得意的一個方式 當然對噴災來說 這是還是可以用的 還是有一定的效果 而且我看 這個 輸用的量 好像還不少 所以應該有一定的解決 好個了 我們先來改這個推斷